基本上是藍綠而已 你那個嚴隙越扯越大 而面對強輪的軍事壓迫的情況之下 是應該要你們兩個坐過來的 你可以為一些民生事汗 拍台拍椅子 面容熱 擲椅子呀 擲粉刷 無所謂 但是在國家利益生死存亡的關頭 是不是應該共富一厄 同州共濟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經常這樣想 現在大陸一直說 賴清德520那篇演說 就是赤裸裸的台獨 不要人運營運 你去看520賴清德那個就職演說 我就看了兩三次 我就看不到有支持台獨的意識 還有有講過台獨這兩個字 沒有 真的沒有 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們找個角度去看 你作為中共 它除了利用台獨這個口號來壓制台灣之後 之外 它還可以用什麼口號呢 給民生嗎 台灣OK的 給醫療保健嗎 台灣世界有名的 講民主嗎 各個各樣民主不同 中國式的民主 中國式的民主 你看香港就看到了 由亂級至由亂級 究竟有大好處 香港人 每一個香港人都深深感受到 好了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講私有仔 那你現在走的那個 國企最代民企的 你很多東西給不到 但是你要挑起這些什麼 民族情緒 搞台獨 原來那個所謂搞台獨 最主要是他們針對一件事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互不隸屬的 是兩個國家 這件事賴清德講的有沒有問題呢 有問題 憲法不是這樣寫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 這個是客觀事實 客觀事實 這個七十多年以來都是如此 客觀事實來的 但是憲法上面 中華民國憲法 是那個領土 計算了今天的中國大陸 只不過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憲法也定名這樣 你說是兩國論 兩個國家是一個現實的情況 就像東西德那樣 是一個現實的情況 當然了今天消息開始轉移了 這件事是美國逼他這樣做的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接下來的一步 美國將會在聯合國重新展示27500 27500的那個決議 就是說將中華民國拘離出去聯合國 重新解釋 他認為中共那個解釋是錯的 因為根據27500 是台灣地位未定 他只是說將蔣介石的代表 驅逐出中華 聯合國 現在台灣的政界還有沒有蔣介石的代表呢? 蔣介石的後人都沒有 除了蔣介石這個苗銳來的 還未必是蔣介的後人 只有一個還在政界 其他的都離開了政界 是不是? 蔣介石的團火 已經不在世上了 這件事會爭拗的 未來這一年半左右會點火的了 好了 你歸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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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那些什麼事 還會更多這些什麼事會出現 還會更多 因為所謂的認知作戰 好像說今天剛剛有個新聞 說有個飛官 飛了二、三十年的飛官 都要辭職不做飛官了 就是 講那些欄署啊、黑幕啊 講這些東西 這些已經是認知作戰的一部分 認知戰的一部分 那個飛官在講這件事是真是是假是 已經不代有關動物的調查 首先爆它出來 就令到人覺得 哇 台灣的飛官這麼黑暗的 飛機原來講黑暗的 這樣還保護國家 他要的就是這件事 要的就是 令到台灣人對保衛台灣的軍人產生懷 就正如這幾個月以來 一直對講到明 今天講到明了 拜登 台灣出什麼事 美國會出兵 講明的了 在西短軍校 清楚了沒有 南盟那幫人清楚了沒有 但是南盟那幫人在過去一年裡 是不是 在島裡面挑起很多的疑美論 美國不會來救的 包括馬英九都這麼說的 美國怎麼會來救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不是漢奸 這個是不是 國策 拜登今天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記者不知道 訪問馬英九 馬先生 你在哈佛留學的 懂不懂聽英文 他有沒有講錯字 訪問馬英九 馬英九 說美國不會來救的 但是拜登在西點軍校 說到明會出兵 現在我在台灣 我一定訪問馬先生 馬前總統 不要叫你馬顧總統 馬前總統你怎麼看 拜登是不是在講謊 騙台灣人 我看你馬英九怎麼說 你不是這樣說 拜登啊 找問的 這個老人家 發瘋的 今年去你選舉 亂講的 你說就行了 那你總是說 馬英九在賴清德發表完 那份就職演說的時候 他也馬上批評 賴清德這個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你不應該將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 互不遞數 那我真的又要反問馬英九 賴清德不這麼說 可以怎麼說呢 不如馬英九你教一下賴清德怎麼說 應該怎麼說 是不是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你又不說下一句 你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你不敢說下面那一句 就是誰相對來講 誰縮頭歸 還有你無論怎麼說 馬英九你夠卑躬屈塞啦 你夠賤格啦 除了褲子 已經這樣啦 跪下了 趴下了 吃屎啦 結果人家的飛機一樣在飛高 怎樣 即是 當卑躬屈塞 是拿不到對方的善意 那你再卑躬屈塞的話 就是百分之一千的投降主義 就是這些 這些 沒得爭的啦 是不是 但是 現在賴清德這樣說 他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遞述 其實是兩國論來的 這件事情 是多少是違憲的 是值得爭辯的 這件事情 在中華民國憲法上面 是有問題的 即是如果你要說 現在中華民國的主權 是不包括大陸的話 你就必須要修憲 就是一天你在憲法上面 說明中華民國的管治權 還包括大陸 只不過現在在一個特殊情況之下 憲法徵修條文那裡寫明 在國家統一之前呢 中華民國的實際管治地區 就是只有台瓶金馬 這個很清晰的 已經在90年代 李登輝時代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所以賴清德這個事情 這樣說是有問題的 還有你挑起了 大陸現在擺明不妥了 兩個什麼國啊 中華民國早就忙了 大陸1949年就忙了 但是 從1949到1971 在聯合國中華民國有席位的 現在聯合國那個卑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聯合國這個概念 其實是中華民國提出來的 大家知不知道 你去紐約聯合國那個有個卑的 你看看聯合國的歷史 是中華民國當時駐聯合國的大使 顧維君先生提這個概念出來 為了避免二戰之後再有戰爭 我們大家成為一個聯合國 在戰爭爆發之前呢 我們就首先在這個 C4-6拆掉它 這個概念是這樣 是中華民國提出來的 好了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了 這個聯合國是廢的 為什麼呢? 你看烏克蘭戰爭就看到了 烏克蘭戰爭在今年之內 一旦結束了以後呢 首當其衝一 現在必然是聯合國 因為聯合國那個存在的意義已經沒有了 透過烏克蘭戰爭 向世仁已經說明了聯合國已經沒有用了 不要說什麼加沙這個秘書長表態支持 哈馬斯這麼笨 已經不講這些了 就這麼講烏克蘭戰爭 俄羅斯明目張膽 侵犯一個主權國家 它還要是安全理事會當然你試過 那麼這兩個還用來做什麼? 必然會受衝擊的 必然啊 這件事 所以說未來 剛才回應Lily 一開始所說的 武器我們不夠去打 我們用什麼千方百計 現在爺爺沒有什麼怕 真是每天都心驚肉跳 睡都睡不著是什麼? 很怕台灣在外交流 因為它也看到聯合國廢的了 一旦聯合國重組 或者成立另一個國際組織 你看看 永遠忘我之心不死的 美國、日本、英國、歐洲 會不會拉上民主的同路人台灣? 因為現在台灣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的焦點 它是將一個concert 一個自由與專制 民主與極權的一種大對抗的焦點 一個前線的地方 蔡英文過去這幾年 就是將台灣帶去這個地位 將台灣問題獲製放 從而更加保衛了台灣 這樣就是蔡英文 而賴清德也都相信 他在未來這四年 甚至未來這八年 利用蕭美琴的關係 因為蕭美琴是一個... 他在留美 跟美國的關係是OK的,挺好 現在上任之前 秘密去過東歐、捷克、斯洛伐克 還有聽聞一下 波羅的那幾個國家去做訪問 就是這些... 我想不是那麼簡單 是推銷台灣 台灣那麼簡單 不是介紹到你 我教你吧 我真的知道怎麼做 我們回來的麻糬怎麼做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必然會談到 加深彼此的關係 就是這件事呢 會不會在台灣去未來這幾年 因為大陸現在擺明了 過去這八年 外交的大封鎖 剁下你一個,剁下你一個 最初蔡英文上任的時候 21個幫交國 一剁剩10年 如果不是美國在後面頂住的話 我相信去了個位數 但是現在的情況 是一個逆轉 就是很多 你看看這次賴清德 有七十幾個國家的代表 出席台灣這個總統組織 發荷電的超過百幾個 一百二十幾個國家發荷電 祝賀賴清德當選 即是首席 這件事 先前是習近平最生氣的 不是你台灣說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屈大叔 不是的 而是主心積累了這麼多年 做這麼多事情 將你的手手腳腳 你的外國關係 一隻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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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 突然間這麼多個國家 我跟台灣有錢共用 台灣有邦交 覺得十二個 十二個 你已經有五十幾六十個國家 不管台灣有沒有建立邦交 竟然派代表 你不要理我代表高毅肥秀 可能派公廁所長 數公廁而已 但是你代表我 我你的國家去祝賀賴清德當選 吹啊 他代表是國家 你明白嗎 坐在總統府 坐在這個重慶南路 在主席台前面 那些人不是代表我 我掃廁所 我掌數 我是那個 南太平洋那個 說不出名的 你恨都恨不到 那個島那裡 做廁所所長 但是他代表那個國家 坐在那裡是代表國家 還有一百二十幾個年 他是非常擔心的 所以 你現在 你阿爺 阿爺 中共呢 他就必然 希望 在立法院裡面 盡量拖賴清德後 盡量拖這個策略來的 但是在外圍上面 他就難搞了 就是現在整個外圍 因為現在開始慢慢的 形成一種氣候 就是英美國國 也都將台灣當成一種 剛剛我說的 自由與專制 民主與極權的 針鋒相對的一個前線 他就將它當成前線 就等於 將台灣 形同於烏克蘭的 烏克蘭不可以失 烏克蘭一失的話 歐洲就沒有了個屏障 所以歐洲一定會最後 如果美國不敢重兵下來的話 歐洲自己都會出兵 法國出了兵 是不是 就是一定要這樣保存 如果是這樣 拜登今天都出奇地 小友地這麼清晰講到明 在西段關後講到明 美國會出兵保護 因為為什麼拜登會這樣講 講得這麼明顯 已經放棄了一直以來行之以久的 模糊政策呢 就是因為你中共 你這些所謂的演習 天天的飛機飛過 講你都不聽 講你都不聽 聽你又不做 做你又做錯 錯你又不改 結果 你不改不改 再清晰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飛進去 我們會看 不是清晰告訴你 美國現在很清晰 在西點軍校講的 他講的那些就是未來 上前線 在西太平洋對共軍 這群人 這群將領 所以也都很清晰的 現在攤牌 其實 這個攤牌 真的要講 是要講布林肯 訪問北京的時候 就已經清清楚楚了 你不要再給武器 甚至是可以製造武器那些 那些民意給俄羅斯 很清晰的 清清楚楚的 所以不是令到習近平 又覺得很憤怒 既然是這樣 不就遮遮掩掩掩 那就一面倒向俄羅斯 紅地毯人民大會堂 那些地毯全部拿出來 熱烈歡迎倒擊 很清楚楚話一直告訴美國 在這裡是否不理會我 我就在俄羅斯那裡 但是正因為它這樣 使得很多事情不能回頭 而衝擊最大的 必然是香港 是 台灣危險 香港也很危險 有評論是認為台灣立法院 這場看似是三黨兩大陣營的黨爭 但實際上是中共對台灣滲透的結果 剛剛四海哥也說了 明明藍白兩黨擁有人數優勢 可以在正常的程序通過法案的 但為什麼要採用黑箱操作和粗暴的手法呢? 這個就是中共的策略了 目的是製造這個立法院的混亂 讓習近平有藉口可以干涉台灣的內政 是 我其實不是很認同說黑箱操作這四個字 這件事是綠營加諸給藍白兩黨的 其實唐國瑜做院長 他都是逐條逐條說 說完就立即過了 正如我以前一頁舉一個例子 就說當日民進黨過法案的時候就是這樣過去 他現在是自食其果 自食其果 但是這次和以前有些不同 就說這次有些條例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總統必須要向立法院負責是違憲的 第二就是你可以有調查權 隨時調查社會任何人物 萬一竊物 誰負責? 這些是不是要先取得全民共識的? 你不可以這樣率性地說 譬如我增加了無限權力 那將來台灣不用選總統 選立法委員就可以了 你權力比總統還要大 那你會不會通過一條法例 以後這個參軍統帥必須要來立法院那裡做家代 否則不可以吹牛動員軍人 你會不會瘋到用這些例子? 自己閹自己? 沒可能的嘛 明白嗎? 有時牽涉到一些憲法上的東西 你就必須拿到全民共識 你才可以做 大家知不知道怎麼去修憲呢? 三分一加三 三分二加三分二 再加二分一 三分之二的議員提議 出席議員三分之二通過 半年之後交給全民超過二分之一的贊成的 才可以修憲 清楚了嗎? 這件事是做到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的藍白兩黨在國會裡面 你都是少量多數而已 剛剛過了而已 兩個加起來剛剛過半年了 你已經搞到你裡面這樣的惡鬥 至於你說Lily說的 也有很多人說 你這個中共在後面怎麼樣? 策劃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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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喏 我講一個很現實的 中共有沒有放棄過 有沒有一天是放棄過 從此以後我們跟中華民國共存共榮? 從來沒有 中共的責任 歷史上的責任 他們很清晰 消滅中華民國 所以我是很不明白 藍白 你還跟中共有什麼計談 有什麼合作呢? 你跟它合作 是不是建立一個互信 一個條件 你是不是要公開國 不要消滅我? 我也同意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這個事實 現在結果就是搞了這麼多年了 單方面藍營是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這個事實 但是中共從來沒有承認過中華民國 仍然存在這個現實 不是事實 是現實 也是事實 這樣的情況之下怎麼談呢? 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你看到 它無時無刻要消滅中華民國的 這樣 它一定會搞亂你國會的 我剛才一開始已經說了 就算這件事不是中共在後面自手畫腳的 指著你 兩黨這樣做的 由於你馬英九 由於你扶乾淨 剛剛訪問完大陸 由於這個特別的日子 結果一級特別的理 就搞了這麼大的頭髮 那就是你無可避免 會被人懷疑 會被人懷疑 現在沒有證據 會被人懷疑 是不是有沒有黑手操縱你 扯線公仔扯著你 就是正如Lily前所說的 配合中共的演出 這樣去做 無論你怎麼做 你在這個時刻這樣提這件事 你就更硬 肥婆坐塌 塌塌陷 就是人家已經戳了我的網 你一直都要踩下去的 你還以為自己很威風 就是你這些呢 叫做什麼呢 現在你看不出來的 甚至有很多支持 但是久而久之 不用久了 兩年而已 兩年之後九合一選舉 四年之後中央立法委員洪生選舉 你還有沒有機會選到這麼多席呢 就是這些事 就是你走得這麼近 這樣令人懷疑的 還有你們的支持者 走得走 死得死 年紀偏大 現在那邊的支持者 陸營的支持者 很多年輕人 那你怎麼樣呢 極不樂觀的 但是極不樂觀的 你採用的方法就是好過的 我要毒死陸營這隻老虎 我先吃一口砒箱 吃一砒箱 我毒死了 老虎來吃我的屍 毒死了他 厲害 沒得住 就是敢於犧牲 就是這些 這些蠢得這麼交官的頭腦 竟然今天藍營裏面充斥著很多藍營裏面的朋友 我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在剛剛過去的三個星期裏面呢 菲律賓 美國 澳大利亞和法國軍隊 他在菲律賓各地區是振行了至今 最大規模的兼兵兼聯合軍演 那目的呢 就是在這裡抬高這個海上安全啦 聯合兵種啦 兩式作戰啦 航空作戰啦 以及信息和網絡空間作戰的能力 就是給這個中共看一下啦 我們的實力 是 四肯哥 在這個解放軍結束了軍演之後 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司令 帕帕羅已經馬上說了 環台軍演 環太平洋軍演 即是你方唱罷 就我登場 而這個環太平洋軍演就拘捕日本韓國 菲律賓 但其實台灣會有參與 不過暗地有參與 現在的 當然你再壓迫多些下去的話呢 結果只會有兩個 台灣會加入 即是起碼用一個特別的形式 加入這個什麼ACOS ACOS未必會加入 起碼這個什麼 所謂的美日台的 美日聯盟 美日澳的聯盟裡面 台灣就可能有觀察員在 加入在裡面 第二就是說 將會可以在我們不久的將來 我相信會有更多美方的教官 會投入台灣的軍隊訓練工作 是 沒錯 會有這樣去做 我相信我們真的會看到 你沒事的 你這樣做 就在給藉口美國佬干預來 在給藉口 我沒有派軍隊過來 但是我教台灣的人怎樣打 怎樣使用我們美國的先進武器 但是美國的先進武器沒有那麼快運過台灣 因為他們擔心 如果運運了過來的 運了一套最先進的海馬斯系統 哇 你那些什麼中共同路人啊 整個什麼 海馬斯的密碼解散 一旦交給中共就糟糕了 但是會教識你怎樣用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 怎樣瞄準 怎樣瞄準 伸展可以交給你 實物不給你住 但如果可以預先在近台灣的某一個島 都不給你住 有些什麼 是啊 是不是關鍵的時刻 要打的時刻 再給它呢 沒錯啦 等於我整天在懷疑這件事 你猜一下這年 台灣今時今日 有沒有機師色差F22 色差F3 我夠膽說一定有 一定有 美台之間那個空軍的聯繫 非常緊密 非常密切 真是一旦兩岸 兵庸相見 你真是沒有通過來的 難道到時才 像尤克蘭這樣 我訓練F16的機器 整年才訓練到 大家看到的 不如現在訓練一下 真是開波上來的 那我不賣飛機給台灣 我租給你行不行 明白嗎 租一堆F35給你 已經玩到你瘋了 你解放軍的飛機 或者你曉飛 你量藝很多 那就被人練一下吧 是不是 即是 你這些怎麼搞呢 即是 你只會加強了美台日之間的軍事聯盟 再這樣走下去呢 就會加起來 韓國都會參與了 那當然啦 可能我們偉大領袖就覺得 嗯 正因為這樣搞呢 這樣下去呢 他可能會看到 其他外國的干預 包括美日韓台這樣 一起這樣 為外對我們不利 我們搞些其他東西的 所以就有些什麼傳聞 消息出來說 這次立法會 立法院裡面搞到這麼嚴重的 說黑手是中共這樣搞的 誰知什麼 這些呢 我就不可以益測的 因為第一 中共過去那七十幾年 他都要這樣去搞的了 你說他不搞的 他說放軟手腳 不好意思 他從來這樣說的 他搞就應該的 那問題就是你有沒有配合他這樣搞 這個才是重要的 有沒有配合 那我剛才說了 在沒有足夠的證據之前 大家不要亂說話 但是無論怎樣 瓜田裡下 你南伯兩黨是還硬的 因為你蠢 你蠢 時間性不對 蠢 你是朱八戒的媽媽怎麼死的 是死蠢 死於蠢 就是這樣 在這個時候 你這樣去搞 就是你會看到整件事 你會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南伯裡面 這個陣營裡面 是沒有了結出的政治人才 少了歷練 就是我聽清楚 我沒有說你這次這樣 立法去搞這件事不對 你有權這樣搞的 絕對有權這樣搞 不過時間不對 就是時間不對 就是好像談情說愛那樣 就是一個男人 一個女人發生什麼 天長避狗的愛情故事 時間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續線上面 大家在最好的時候 大家相遇 那就是神仙眷侶 就是總是 人世間最奇妙的愛情就是 總是在不適當的時候 出現適當的人 那就是 有些遺憾 所以就是這麼多情思愛詞 這樣出來的 明白嗎? 所以很有趣的 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好嗎? 是 是 是 那台灣是 那台灣是處於世界兩大陣營 和民主和獨裁對決的前線 那中共是恥心積累 打擊台灣 是恐懼民主潮流 從根基上 動搖中共的獨裁政權 而西方民主國家 就必然會撐台灣 那今天的宣言訪談直播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多謝四凱哥 我們下次見 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做一點點廣告 朝鮮的安宮牛皇院 已經到手了 等了四年了 如果誰 安宮牛皇院 對中風的預防 中風的急救 和中風之後的復健 都相當有效果的 這條方是和北京的一條方來的 如果有誰有興趣的 就記住 2991491 好 好 拜拜 好 拜拜